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今天要闻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背后其实有故事 美国拒绝透露如何发现气球来自中国 拜登习近平都过激 不惜一切代价 高射炮打蚊子 习近平小胸襟阿Q治国 对付不了美国老政客 美国农民不干了 多州推动立法 中国实体购地撞墙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细节是秘密 美国拒绝透露如何发现气球来自中国 据法广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解密中国气球 在其他国家的监视情报 美国认为 中国气球在五大洲 对40个国家的军事资产进行了监视 但没有透露 美国是如何发现这些气球来自中国 据NBC News 2月8号 华盛顿报道 三名美国政府官员称 拜登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密 中国在全球其他数十个国家上空飞行的 监视气球的详细信息 一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说 当美国官员明白以前的目击事件中出现的不明物体是中国间谍气球时 他们便选择向中国隐瞒他们是如何揭开气球飞行真相的 美国认为中国的侦察气球已在40多个国家的领空侦察飞行 并已向这些国家通报了一些情况 美国计划在本周更进一步解密中国气球的情报 据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日本官员说 2020年在日本 一个空中球体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UFO 事后人们意识到那是一个中国间谍气球 美国官员表示 一些国家可能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了解了这些事件 还有一些国家也许不想公开披露 中国在麒麟空飞行了一个监视气球 而拜登政府则不打算公开这些国家的名字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周一表示 世界其他地区也遭受了这种公然侵犯主权的行为 我们认为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多的分享信息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些是我们许多人已经面临 并将继续共同面对的挑战 星期六 中国的一个监视气球在穿越美国大陆后 在南卡罗莱纳州附近被美军击落 美国政府官员说 中国以使用类似的气球 对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敏感地点进行了监视 并指出 用气球监视是中国军队在海南岛运作了数年的 庞大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拜登习近平都过激 不惜一切代价 高射炮打蚊子 德国雅虎网站刊评指出 假如中国发现一枚美国气球闯入 一定会大发雷霆 因此西方今后在和中国打交道时 必须严格遵守对等原则 凡是中国禁止西方企业的事情 中企在西方也不会被允许 西德意志报则感慨中美双方都在不计代价的小题大做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雅虎德国网站以为什么中国是新的对手为题 刊发评论指出 北京正在构建的未来世界让人害怕 这就是西方必须要对中国当局划清红线的理由 对华关系已经陷入了极度不对等 中国领导层的宗旨是 我们拿最大份 你们拿最小份 设想一下 假如在中国境内发现了一枚美国气球 北京当权者将会公开表达愤怒 发出威胁 北京的这种做法成果颇丰 中国在全球越来越有权势 谁叫的最响 谁就能得到最多 这也是中国的做法 我们在幼儿园见识过这种做法 某种程度上 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 中国当然有权力崛起为世界强国 这个国家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史 它对世界的历史贡献要远远超出许多国家 我们还在森林里和熊打架的时候 中国人就已经在研究治国之术 研究学问了 后来中国遭受了殖民主义的压迫 英国、法国、日本发动战争 争夺在中国的市场和权力 直到二战结束后 这个国家才开始追赶 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如今中国外交政策粗暴 健忘自私的理由 中国到处窃取数据 在非洲向独裁者提供慷慨的贷款 援建疑问重重的基础设施 从而通过制造依赖性来拓展影响力 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首先仅服务于中国利益 欧洲必须对这种行为划清红线 这并非是要和中国为敌 而是要树立起某种程度的竞争意识 必须建立起对等的对话关系 凡是德企在中国不被允许的事情 中资企业在德国也不被允许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简单的同等对待 对话和交流绝不应该中断 但是必须让北京的专制政权明白 欧洲人将他们看作专制者 某些人似乎乐得忘记 北京是一个独裁政权 中共正以残酷的方式 掌控着这个庞大的国家 中国的政治模式 暂时还只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我们尚不需要担心 这种模式真的会输出 但是在必要时 中国的外交政策绝不会客气 所以德国政府最好明确将中国称为对手 作者接着批评了德国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 并在文章的末尾指出 中国现在已经在不少数字科技领域 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 中国在网络上占有相当的主导地位 他们监视民众 他们的主旋律宣传为共产党服务 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政府面前透明 想要反抗这一点 我们不仅仅需要自信更需要价值观 伍伯塔尔出版的西德伊之报 以气球事件说明了什么为题 看法评论指出 假如中美关系不像眼下那般紧张 一枚气球闯入对方领空 根本不值一提 不论是气象数据 还是美军基地的照片 中国人肯定也可以用气球之外的 其他方式取得 美国人肯定知道 中国人知道这些信息 否则就是双方谍报机关的无能 然而中国人依然放了气球过去 美国人依然予以击落 这一切就是在相互挑衅 几个月前 佩洛西访问台湾 测试了一下美国为了捍卫台湾 到底能走多远 现在则是中国在试探美国 要是当今国际形势 不像现在这般剑拔弩张 这一切都不值一提 眼下似乎任何一声咳嗽 都会让人调动军队或者发射导弹 这场荒谬的气球闹剧 本可以是双方释放对话信号的契机 就中美关系 俄乌战争 气候保护 粮食供应 国际贸易 台湾问题等交换看法 然而一个弱势的美国总统 却迫于反对党的压力 采取了军事手段 中国领导人则是想通过外交权斗 来转移民众对防疫政策失误的关注 这简直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高射炮 打文字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间谍气球事件是习近平阿Q治国的典范 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沟 在他的Facebook上发文 称美国有政界人士就间谍气球事件 质疑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出了问题 党内军内有人在搞小动作 拆习近平的台 这是想当然的推论 中共的传统外交观念是周恩来说的 外交无小事 外交上小事可以变成大事 因此从来都是步步为营 气球虽然低科技低成本 但庞然大物 也不是三两天可以做得出来 早在川普任上 已经发生过中共气球侵入美国领空的事 不过没有民间人士发现 政府又不公布 事情也没造成什么恶果 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正因如此 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都不把它当一回事 美国知道凭一个气球 也探测不到什么间谍卫星看不到的机密 中国也知道 美国不会因一个气球而翻脸 所以你做你的 他做他的 都只是一些小动作而已 未经习近平拍板 军方有人私下去做一个气球 然后擅自把它放到美国领空去 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除非此人活得不耐烦了 习近平亲自拍板制造 亲自拍板入侵时间 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次被美国人发现了 气球飞得很高 按理普通民众凭肉眼是看不到的 可能是有业余天文爱好者 用高倍望远镜观测到 信息及时公开 打拜登政府一个措手不及 也打习近平一个措手不及 但一个低科技又低成本的气球 有什么入侵美国领空的价值呢 这就涉及习近平领政的心态 一个红二代目空一切 气焰嚣张 在外交和科技问题上受尽美国羞辱 美国又专拿台湾问题的中共软肋来捏 佩洛西去一趟还不够 麦肯锡还要带一个更大的代表团去台湾 美国议员酝酿与台湾建交 意味着美国将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孰可忍时不可忍 可惜美国不是日本、韩国、印度、澳洲这等二流国家 中共手上可以让美国痛苦的事并不多 唯一能让美国头疼的就是与俄罗斯结盟 但与俄罗斯结盟这一步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轻易走出去 因此习近平手上能让拜登不舒服的 就只剩下放气球这种小儿科的小动作了 不管如何耍一点流氓 总比把什么都吞下去舒服一点 至少让大陆小粉红们欢呼一声 说我们不怕美国人 我们连他们的领空都进去了 千不该万不该 这一次让美国人发现了 美国人一发现 拜登也藏不住了 本来想蒙混过关 现在只好拉下脸来 打习近平一巴掌 以平息众怒 这一来习近平与拜登都被逼到墙角 谁后退谁就是孙子 拜登不能只把气球打下来就交差 他一定还要做更多 否则他亲共的脏水就洗不干净 而习近平除了哑巴吃黄脸 也没什么好做 这件事暴露习近平的低质与无能 这种类似阿Q 我是你爸爸的下三烂作为 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号称 负责任大国的领袖身上 为这个劳绳子的气球 中共大撒谎家的本事更暴露无遗 毛宁石口不认是间谍卫星 但记者追问是哪一个商业机构所为 它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 你既不知气球来历 你又凭什么断言 它不是间谍气球 一个小气球功能很有限 但事情发酵起来后果却很严重 在做这种事之前 作为决策者应该甚至诱甚 衡量利弊 大触着眼 瞻前顾后 绝不能意气用事 偏偏碰上习近平这种浅薄又弱智的领袖 红二代我行我素的范儿 一拍脑袋就下批文 以图在对付美国技穷的关头 先让自己舒服一下 不管之后会不会更不舒服 外交上交手 有宏观也有微观 有大动作也有小动作 美国对中共除了合作与对抗两极 立足于竞争的招招都是下毒手 都置中共于死地 军事上扶持台湾 外交上围堵中共 科技上 兼壁清野 都是长远之计 都足以致命 但中共对美国却尽是一些小眉小眼的搔痒之计 只是一种农民式浅薄无聊的用心 至大国 只有这种小胸襟 如何与美国那些老奸巨华的政客打交道 间谍气球风波 本来只是茶杯里的风波 但惹翻了美国民意 又给反共政客们捞了一大把 习近平这一次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只好打掉牙和血吞 外交失败将深度影响内政 内政再失败 中共的日子就更不堪了 中共碰上习近平是中共的不幸 中国人碰上习近平却可能是中国人之幸 美国农民不干了 多州推动立法 中国实体构地撞强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事件 引起更多美国民众对中国威胁的关注 同时也加重了美国农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提出议案 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的范围之内 泰斯特表示 底线是我们不要中国人拥有我们的农田 这威胁到我们的食品安全 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2月4号 当中国气球飞至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大西洋水域的时候 美国出动军机将其击落 气球残骸已经被打捞出来 送到维吉尼亚匡蒂克的联邦调查局训练设施进行研究 美国情报机构判定 最近侵入美国本土的令人怀疑的中国监视气球 是中国军方操控的庞大监视项目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一直声称 这支气球是进行气候探测的民用飞艇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有至少11个州的立法机构 在考虑采取措施 解决美国农民关心的这个问题 参议员泰斯特的家乡蒙大拿州也在其中 中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境内之后 首先引起人们怀疑的一点 就是它在美国的敏感区 蒙大拿和北达科他州上空逗留 那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井非常集中的地方 蒙大拿州小镇哈洛顿居民们 在美国官方公布气球消息之前 就已经看到了这支气球 这个消息在小镇900名居民中 产生了不小的骚动 牧场主麦克米勒担心中国威胁的增加 会影响到美国经济 他对美联社表示 美国似乎有必要通过立法 禁止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 以避免农业控制权和食品供应 落入他人之手 美联社引用他的话说 最好不要让外国实体购买美国土地 特别是不能让那些 我们并不友好的外国实体得到美国土地 他们将会从经济上 而不是军事上控制我们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发生 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的紧张关系 从而促使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 分享米勒的忧虑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外国实体和个人目前控制了美国农地不到3% 其中与中国有关的不到1% 约340平方公里 不过中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的速度正在加快 福斯财经台报道 根据美国农业部资料 目前美国约38万3千英亩农地为中国持有 2010年持有约价值8100万美元农地 到2021年大增了20倍 达到将近19亿美元 2月1号 泰斯特和共和党籍参议员迈克朗茨联名提出了 2023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 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列入黑名单 禁止他们投资、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美国土地 或涉及美国农业的企业 该法案还把农业与农业相关的生物技术 定义为关键基础设施 朗茨日前在福斯财经台的访问中说 中国在过去几年内 在中国以外持有的农地增加了1000% 在中国以外持有1300座鸡蛋加工厂 价值约350亿美元 食品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中国釜丰集团日前有意购买 北达科他州一处约300英亩土地 用于兴建玉米加工厂 但是该地距离一处美国空军基地 仅约12英里引发关注 美国空军为此致函北达科他州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胡文 写道 该项拟议的计划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就短期和长期而言 都对我们在该区域的行动有重大影响 在众议院共和党籍众议员 艾里斯斯蒂芬尼克 与克里克劳福德 在2月2号重新推出了 他们在去年7月提出的同名法案 在地方政府层面 怀俄明州州议会农业和公共土地及水务委员会 1月26号通过了两项限制中国和俄罗斯 在怀俄明州拥有土地的议案 同一天 蒙大拿州立法机构听取了一项新法案 该法案将禁止任何外国对手 获得该州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此外 新泽西州州参议员 道格斯坦哈特也以中国购买美国农场 危及美国粮食安全为优 提出立法禁止外国在新泽西拥有农田 武汉人反了 数万人市府前示威 抗议武汉医保改革缩减医药费 现场高响国际歌 2月8号白天 武汉上万名退休老人上街抗议武汉医保改革 在现场高唱国际歌 武汉几万退休人员抗议示威 今天是武汉退休人员要求市长答复医改问题的最后一天 市政府门前四聚集了几万人 沿江大道交通完全中断 武汉人终于站出来了 网友高喊 现在流行集体啃老吗 无耻无下限 但凡人民有口饭吃都会被惦记 据自由亚洲报道 武汉市上万名退休人员 本周三八日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请愿 在政府大院门前堵塞出口 院内有警察戒备 一位视频拍摄者说 这个可能不是美国什么境外势力影响 这都是所谓政府一手操纵的 不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 而是从最底层的老百姓医药费里面扣取 现今还要不要老百姓活命 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 你为谁服务啊 武汉有100多万退休工人 现场有成千上万人 视频和图片显示 武汉市政府门前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 当地人称 前一天晚上 各地派出所通知退休人员不得前往市政府请愿 尤其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发出警告 千万不要去市政府后果自负的 千万不要去市政府 千万不要去市政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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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说 根据1998年实施的社保相关文件 退休人员个人医保账户 每个月有264多元的购药补贴 现在被减去七成多 现在一个月给80多元钱 什么药都买不了 现在又改成 你到门诊看病 要500元的门槛费 门诊报销要达到700元以上 最高3500元 才能够享受报销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你一年损失数千元 武汉市差不多200万退休人员 此前一天 武汉各区警方 获悉当地民众发起大规模请愿后 立即启动维稳措施 江岸区退休人员陈先生说 牵涉到个人利益的人都会去 昨天晚上我所住的小区内 都有人联系我一起去 但被警察警告 我说我肯定要去 最后派出所两个警察开车跟我一起去 但只允许我远远为官 武汉居民张先生对本台说 现场停着多辆大巴 车内挤满了特警 集会的广场也有很多警察和便衣 他们如临大敌 很多警察已经把那里 市政府保护起来了 但这是民意呀 国家有困难 你不加医药补贴可以 但怎么可以降低 降了让人怎么生活 昨天维稳人员全在市政府开会 应对这件事情 丧葬费由每人7万降止3万元 武汉江汉区居民旁女士表示 当天还有人抗议将丧葬费 从每人7万元降止3万元 此次到市政府请愿的 不仅仅是武钢退休员工 也包括各行各业的退休人员和拆迁户 他们除了向市政府请愿 还有的到市委是信访办请愿 另据推特网友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转发网友投稿说 近日 一段武汉婆婆投诉医保改革问题的录音 在武汉的老年人群体中广为流传 据悉 原本退休老人每个月有260元的画账 现在每个月只有83元 表面上现在一年可以报销4000元 实际可报销金额只有1300元 且有用的要被提出医保 没用的要才能报销 变相等于自费医疗 下面为大家播出这段录音 你是哪里的 我这边是武汉医保 武汉医保的你好 我这边是觉得您在市场的线 有反映我们这个医保感觉的问题 对 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 你说我们这个犯人犯少了 我跟你说的 是这样的 我们人人做事都是要欢会思考一下 站在国家的角度 我跟市场热线也好 城市留言板也好 我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 也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说的话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医保是吧 原来我有每个月反260块0九毛三分钱 我可以看得起病 我也可以住得起愿 为什么呢 那个原来住院的话 走医保报销比例大一些 虽然第一次门槛费是交800块钱 但是他也都是散在总费用里面在 在800块钱之上不够的地方 医保是卡上面有钱可以赔 可以交 然后不够的可以自己掏 对不对 现在这样搞的话 我有一个朋友 昨天刚出了院 总费用是住院是1800多块钱 多少 我没有详细计 然后呢 他总共走统筹报了400多块钱 其余的都是自己掏的 我就准备用 为什么我要反映这个问题呢 不是我一个人反映 我可以说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跟你说 所有的武汉市的退休的老老人都有意见 为什么呢 第一门诊你有一个起伏线 起伏线是500 500块钱过完了 然后才开始统筹报销 我的理解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啊 因为门诊我还没看 是的 好 然后呢 只有最高退休人员是报4000 对不对 要是基础病多的人 看门诊看的多 一年4000块钱不够 但是你又又又反过来想一想 您就是一年之前的话 200块钱 一年到这根商户 那也没有4000块钱 对不对 是没有4000块钱的 但是我看门诊的几率很小 你们医保局可以看看 我有多少门诊 对不对 那么来说 你这个4000块钱最高比例 你又不能结余 不能转到下一年 我用不完 比方说像我们的60多岁的人 基本上就不是像年龄更大的人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们比我们年龄大 他们那个 那个基础病又比较多一些 我们基础病少一些 对不对 我们看门诊的几率比较少 那么我有的时候 我可以不去你们医院 为什么呢 我有那个起伏线的500块钱 我在武汉市 我对证 我自己在医院开的药 我可以去买药啊 我为什么要去花那个起伏线呢 对不对 医保应该是越改越好 这一搞的话 我们看不起病 我今天关了一个中心医院的中心医结合专家门诊 13号的 我就要去看 因为我我要去看病呢 我是每年要看几次病 不是说很多次 那么来说的话呢 我起码 我看门诊 我看不了500块钱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有很多药 以前都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这个医疗改革一搞 原来医保范围内的药 现在都从医保里面踢出来了 有效的药踢出来了 无效的药都可以走医保 那是不是变成了自费了 变相的是自费医疗了 没有医疗了 站在国家的层面来说 算了三年疫情 国家也耗费能力物力资金 也是巨大的 对不对 也很难 但是我们的 我的说法 不管是城市留言板上 还是打的市场热线 我打了两次 那么来说呢 我们可以体谅国家 我们作为一个 那个武汉市的国家的 一个守法公民 你不长也就算了 但是你不能这样搞 你这把我的钱都抢了 一大半跑了 我260块093 我以后只变成83块 是不是抢走了一大半呢 每年9月份 他还有一个小幅的递增 你不递增你也可以 这个我们就是守法公民 是吧 体谅国家的难处 你不递增我没有意见 你保持原来的不动 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原来一个月有260多块钱 我今年用不完 一千一年的钱 我在我的医保卡上 我明年还可以用 你们那个起伏 那个起子线 那个纸是4000块钱 我要是没用完 他又不能转到明年去 这对我们看病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障碍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 我肯定负责任的跟你说 这就变成了什么呢 小病行大病拖 拖是一波是一波 我只能这么想 为什么呢 不敢去看病呢 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不管是医保改革也好 还是任何一个不好的东西 都是面对我们企业退休的老百姓 而且都是低收入人群 那些公务员事业编制的人 他们的退休费 是我们的双倍啊 有的人是我们的两倍之多啊 他们的医保的钱也比我们倒得多啊 他们这次也没动啊 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看完了病 还可以到单位再去报个80%到90%啊 我们上哪去报呢 您说是有你我们会我对接下来 可能会有他们反应的 反应这马上就10号了 这马上就10号每个月就是10号 到了个医保全 我们很心寒啊 我们不是白白的拿了这个医保钱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 这是我们在工作期间 我们劳动所得 是当时交五险一金的时候 按照国家的社评工资 按照我们的工资总额 单位和我们个人交的这个社保医保 包括公积金五险一金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啊 是我们自己的钱啊 我们自己就不能当家做主 哪有这么道理呢 这不是强的逻辑吗 你说是不是的 就按你来说 你在当我工作 是吧 也可能你说又是一别事业编制 属于公用员 你不受伤 你要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这个契约精神到哪里去了 就像我到保险公司买保险一样的 这五险一金也就是保险了 那个医保四保 那都是保险范围内了 对不对 这个国家84年都有文件了 文件的哪一条哪一款 我都都有啊 对不对 那那个单方毁约这是犯法的不能这样搞啊 我说的不是不讲道理 我们就按国家的政策来 按国家的社保法来 是吧 人社局 都有这些文件了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这个东西啊 我一个人不可能推翻国家的政策 你也不能推翻国家的政策 我们都要守法了 守了个合同法了 有契约精神了 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钱 自己不能当家做主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这不是明抢吗 反正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 我肯定还是要继续投诉的 我也不要求你加 对不对 你就按照我们自己在工作期间 我们单位也是根据我的劳动啊 我如果没上班 我没有达到国家的社品工资 我的工资总额 我们单位也不可能跟我交啊 那这个东西就不存在呀 你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改的改的 对所有的企业退休人员 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完全按我们这个怎么说呢 说得很通俗啊 中国大妈来说 这就是强大 那没有没有 不能这么说 那不能这么说 怎么说呢 这不是国家每年补贴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钱 哥哥 但是这个政策制定 肯定是可以从上而下来的 这不是政策 这是强大 为什么呢 本身医保 社保 是吧 那个人社都 当时我们交五险一金的时候 那个政策我都有啊 那才叫政策 你现在偷然来一个这么180度的大转弯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钱呢 就像你的钱一样的 我能够随便动吗 这是谁都不能够推翻政策的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我们武汉市医保局要这样搞 是不是嫌我们老年人多了 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要不能拿名枪名刀的搞 那就只能让我们看不起病 脱嘛 脱死一波三一波嘛 我只能这么理解 那没有 不能这么说 那不能这么说 那你说怎么说呢 那比方你站在我们市民的角度 我们那个企业推休人的角度 你会不会是这样想的 你知道我能够理解你了 我现在还在考虑 我挂了13号 早上11点钟的号 我能不能够去 我去了 我掏不掏得起这个钱 那为什么国家的 我们习主席说了的 是吧 社会和谐 公平公正 那公平公正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 他们的五险一金 既不掏钱 享受的待遇比我们掏钱的人还高呢 你要体现公平公正的话 要动大家一起动啊 怎么了 能够还要分三六九等 就像那个安葬费一样的 以前我们企业退休的 死了20个月的那个 那个退休费 他们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是40个月 那么从2021年1月1号 我们企业的安葬费多了4万块钱跑了 他们公务员的和事业编制的 文风没动 人活着也要分个三六九等 死了还要分三六九等 这公平吗 这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和谐公平公正吗 你说呢 我也不是横满不讲道理啊 这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啊 你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如果是国家每个月补贴给我们的 国家现在有困难 他可以不补贴 那我没意见 因为国家现在经历三年疫情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体谅 然后等他好了之后 也许他以后还会补贴给我们 但是这个东西不一样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跟单位双方交的钱的 都是我们的钱 都是我们劳动所得的钱 这没有国家补贴半分钱的 就是您劳动就在职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交的钱已经当时交钱 已经都反个人招呼了 我跟你说 这个单位和个人的都是我的钱 都是我劳动所得的钱 我只要一天不死 一天就都要反给我 那是谁都不能够动的 这当时交这个东西 国家都人社局的文件 我这里都有 我前几天还把这个人社局的文件 还发到抖音上去了的 你知道有多少牛奶酿吗 后来我想我打了市场热线 我也在城市版留言板上留言了 后来我昨天早上把这个抖音都拆了 都酸了 因为我相信政府不会欺骗老百姓呢 老百姓的钱都是救命的钱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呢 上次动的是安障费 这没有人出声 这次就动一保钱 下次是不是要动我们的养命钱呢 是不是 那我们老百姓只能这样理解啊 一步一步来逼嘛 最后把我们老百姓逼到墙角都死光算了 我那个我那个身体 我以前有了个医保 那个钱都反的我的话 我一年要到医院去住院 体检一次 我自己掏的钱 掏的很少 因为为什么呢 我这个钱平常都不怎么用 这对我们企业的每个人都不公平 每个退休人都不公平 就是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人 他们好 他们又不需要自己掏 他们医保的钱和工资都比我们翻倍 那凭什么呢 公平公正到哪里去了呢 公平公正 这是我们习主席说的 社会和谐稳定 公平公正 那不是违背了我们习主席的初衷吗 这是谁出了这种腰盒子 您说这些问题我会记下来 你不是记下来 你要要去落实到实去 不落实到实处的话 那也不是我这一层能够 能够去 那我请问你贵心了 我只能说把您的这个记下来 然后为什么你的心都不敢告诉我呢 你刚才问我你是不是周女士 我一口同声就说 是的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说你归婚呢 这个东西还要保密吗 国有国法加油家规 我们就按照人社局的文件来 是吧 我们也不多吃多蘸 这样搞对我们企业推销的人员 太不公平了 那不是欺负我们对底层的老百姓吗 那我的理解就是 下一步就是要动我们的养老金 那我们连养命钱都没有了 就是直接 那跟比拉名刀名枪 还过分一些 那你你贵心了 你贵心了 告诉你能干嘛 那我为什么能够告诉你 我们是平等的 你这边因为你打算 要我这边有 钱的信息是有姓名 有姓名 是有啊 那不能够隐瞒啊 我们不喜欢说假话 说假话不是实名 那也打不了啊 我说的话也不过分 不管你是谁 你不敢告诉我也爸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管是呃 个人的还是单位的 那都是我们劳动所得的 不是谁施舍给我们的 如果我当年不是在单位工作31年 我也没有这个待遇 我不劳动 我有这个东西吗 那如果说不做事的人 不是工作的人都有的话 那那接上哪一个人都可以给 那不可能啊 你说对不对啊 就比方你在工作 大家在单位工作 你不工作 你不在那个单位工作 那个单位能够给你交五险一金吗 你有工资给他扣五险一金吗 这个账户能成立吗 我们是要讲诚信的 要讲契约精神的 诚信文明企业精神 公平公正 这是我们习大的 对老百姓的宗旨 对全国人民的 这个宗旨啊 你说对不对 谁能够随便去把它改掉啊 你那你不告诉我 也可以 你打那个电话来 是能够解决问题呢 还是呃 什么意思呢 怎么说我能够清据你的诉求 然后记录下来 每个人的诉求估计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不知道谁还有没有人打电话 我相信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嗯 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企业退休功能的 切身利益的问题 救命的问题 对不对 只要不动我的救命钱 我哪怕今天打120 我自己该掏多少钱 我毫无怨言 但是动了就不行 比方说 前几年我老公小细胞肺癌 治疗了两年半 因为疫情 在家里三个月不能出去治疗 也不能够住 住院 什么都不能够搞 就拖死了 我怪了谁没有 我没怪谁 为什么呢 实际不好 遇上了疫情 那怎么办呢 4月10号晚上9点40分走了 怪自己运气不好得错病了 怪实际不好遇到疫情了 你说是不是 我说了没一个不止没有 我没有说 但是这个东西就不一样 这都是我们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是可以继承 可以今年没用完 可以截转的 这个 这个一包一包条款 事报法上面 都有啊 它是可以结余 可以继承的 那你们这么一搞 那你们这么一搞就把我们的权力给剥夺了 把我们的钱都抢了 这不是抢到是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妈 我只能理解这就是抢到 反正这个问题只要不解决 我肯定还要投诉的 为什么我昨天或今天不投诉呢 因为市长乐线的节线员说 一到十五个工作日有回复 所以我就等着 我不能说人家在这个工作流程期间 我继续打没意思啊 对不对 如果武汉市不改不解决的话 像这样搞的话 那我们武汉市的市长 难道他就不管吗 那说不定我还要在国家训访上面投诉的 我是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啊 不是要大家撕水给我 也不是跟国家添乱找麻烦啊 这是我自己的救命权啊 不是谁给我的 既不是医保局撕水给我的 也不是国家政府哪一级单位给我的 这是我自己在工作期间创造出来的福利 我们整个企业的退休功能 只要是这一次受伤了 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福利 不是谁施舍的 你说这民众愿意吗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你愿意吗 我相信你们家也有父母 对不对 一人当官不可能代代当官 总有你们家总有企业退休的人 肯定也是有怨言的 你说对不对 那你们准备怎么搞呢 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怎么搞 这人怎么搞的 我都跟你讲了 我只能把没说的这些问题 我的记录记录下来 嗯 跟谁会报呢 肯定往上级领导 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投诉吧 嗯 也不是我是第一个 也不是我是最后一个 肯定还是有人要投诉的 这个我肯定心得足的 虽然说我每天足不出户 但是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呼吁 很多很多太多了 就像我前几天发了一个抖音一样的 发了三天 好多人那个上面的留言了 但是我打了市场约线之后 我昨天早上就把它给拴了 我不是不不是不敢保留 因为我没有不当言语 不当没有不当言论 都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怕 我为什么酸脸 我是相信政府 相信党 相信 我打了市场约约的市 那个城市留言板上面留言了 总有一个解决了途径的 所以我才酸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那你想想反应了之后 什么时候能够给我回复呢 这个可能就 可能就比较难说了 这个可能会需要于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的 哎呦 我们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 我们能说到什么话 我们只能把你的问题记录下来 那至于上面上面领导 或者市值领导 或者什么领导 或者领导怎么考虑 那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 是不是要武汉市的市民 都出去有行就可以改变了 那我怎么知道 我只能说 我理解您的心情 我理解您的这个 这个政策不满 但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 我能说上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也是的 我的工作就是给您回复 然后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 对不对 那也是的 你为了我也没用 我不为了你 我不为了任何人 我只是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 按照文件政策精神走 不能够推翻我们 不能够把我们 退休的老年人 搞得看不起药 吃不起 看不起病 吃不起药 这样一搞 我们医院都不敢去了 去药店一个月就83块钱 能够买个什么 要治一个感冒都不够 嗯 那你有总有一个大概的时间 什么时候回复 总有一个时间段吧 嗯 那 不会说要我无止尽的等吧 等到我终老吧 嗯 这个时间我能说的算吗 我说的不算呢 呵呵 不可能说我跟我的 我跟某个人局长或者市长说 你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回复 他能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回复 对不对 那我们退休的企业工人都到医保局去行不行呢 嗯 那这个肯定你去的时候那肯定不行的 去的时候那肯定会 我是不是呢 我们在网上投诉又不行 又得不到明确的回复 我们到医保局去 找医保局的局长请愿 进座 他们已经 你不用去 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像您现在现在这里投诉 这里反对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有蛮多人反应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知道 他们肯定也是在跟研究 或者是怎么样决定这个事情 要不然的话 要是这个月继续这样扣的话 那我们退休的人 一个人拿床被子 都到医保局 我们也不上马路 也不老人公路秩序 直接到医保局里面去坐起来 晚上也不走 就在那里吃睡 拿床被子去 医保局里面有空调 那怕什么呢 打击谱也行 这是我们的血汗钱 不是医保局的 谁给我们的 这是属于侵吞我们的私有财产 这不是国家给我们的 也不是哪一级政府给我们的 更不是医保局给我们的 这是我们可以继承 可以结余 可以转往下连转的东西 我们去讨血汗钱呢 我们就在那里吃 在那里睡 我们也不很马路 也不穿新仿服 我们只是对医保局 找医保局的局长出来 对话 还是建议你还是不能这样做 那我们怎么办呢 不可能我们闷声不作声 就这样 钱被抢了 我家里要是被刀了 我还可以报个案 那我这连报案都报不了 那不是要我们被嘴不作声吗 你现在就想你就是在发生的 在发生然后我们这边退出出来 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可能就等个十天半个月之后 再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说呗 今天都五号了 再等十天半个月 还过五天 那个医保的钱就到账了 就是83块钱 那这个事情已经就实施下来了 就难了 我们要在到那个钱之前 到医保局去 找医保局的局长 还要找武汉 找武汉市的市长 我们又不穿新仿服 我们又不狠马路 又不踩红线 又不犯法 就到里面去静坐嘛 一人拿一床被子 我们维权 文明维权 反正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哪怕是死在医保局里 还有人扛棺材板 死在自己家里病死了 没钱看病 那就被死了 那没有人扛棺材板了 没有人担责了 你说呢 我不相信武汉市医保局的局长 他们家里就没有企业退休的人 他是怎么制定这个东西的 他制定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能够 能够在下面实施的下去吗 这个政策制定 肯定也不是我们一个局长 这个政策制定 首先是从国家到省领 再到武汉市 哦是这样的 那就是你说的意思 我看我对不对啊 因为我没上过学 我没读过书 我的理解啊 是不是 从国家 到省领 然后再到武汉市 就是我们国家 只是指点我们武汉市的 这样抢我们的医保钱呢 不是不是 国家只是说 国家只是发了一个文 要全国全面实施 这个门诊 统合这个制度 要进入这个制度 是不是我们地方 把国家的政策 理解错了 国家只怕是发的文 就是全民一表免费 你们搞成了 搞偏差了 什么可能 有的时候 虽然有文化的人 那个文字 他理解不对 那老百姓就遭殃了 那你们这个知道 他制定一个文件 那肯 就是制定一个制度 或者制定一个政策 他肯定是要层层审核 层层 这样审批的 对不对 那是怎么样审批出来的呢 这对老百姓不利啊 那肯定是有相关的调研 或者相关的调查 然后才 相关的调查 我可以这么说 你们相关的调查 老百姓 这个跟公务员 肯定他们事业编制的 和公务员 他们的医保账户上的钱多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看完病 还可以在当位 报80% 90% 我们企业退休的人 账户上没钱 我到今天为止 我的账户上 还有740几块钱 这是很混理的 你们那个层层审核 就是有的人 账户上有几万 但是我们企业 退休的人 肯定账户上 没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呢 我们退休费不够啊 我们看病的钱 还要 不管是住院 还是门诊 医保全用完了 自己还要掏啊 我们哪有那么多结余呢 那有结余也是公务员的 也是事业编制的 他们本身 医保全高 他们工资一个人 有我们企业退休人的 两个人 翻辈子多啊 他们可以养三个人呢 而且兜兜 他们的钱多 他们的结余也多 他们的工资也高 不动他们 就动我们企业的 那不是欺负我们老百姓吗 兔子急了会咬人知道吧 把我们老百姓逼急了 那我们老百姓势必就要反抗啊 我们就要呼吁啊 我们就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 你刚才说是15个工作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15个人 这个时间我真没办法给您答复 这真是没办法给您说一个整理的时间 那就是 呃 那就怎么说呢 那就是 这个东西已经定了 反应也没用 你说话的眼外之意就是没有回复了 解决不了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哦 好的 还有什么事啊 没有 好 谢谢你 大家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AI机器人六博士魏总统所做的中国简报 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网址是3w.66.world 两年来首次向中国运送的澳大利亚煤炭即将靠岸 彭博社报道 两年多来第一批运往中国的澳大利亚煤炭即将抵达 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正在解冻 这批货物由Magic Eclipse耗散货船装载 包括在澳大利亚开采的冶金煤 由于两国外交关系紧张 中国在2020年对澳大利亚煤炭的使用进行了限制 但贸易行动也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其他出口产品 如葡萄酒 大麦和龙虾 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澳大利亚中左翼工党政府于5月当选后 两国的外交关系有所改善 两国商务部长周一举行了 两年多来的首次双边贸易会谈 他们同意为全面恢复贸易加强对话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分析师 中国公共车辆全面电计划计划 将为NEV行业带来1180亿美元的推动力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正在推动其公共部门车辆的全面电计划 预计到2025年将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NEVS行业创造超过8000亿元 118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其他七个政府机构 宣布了一项试点计划 旨在增加NEV作为城市公交车 出租车和物流车的使用 该计划从今年开始到2025年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包括到2025年将公共部门车辆的NEV使用率提高到80% 并为每辆新部署的公共部门NEV建立一个新的充电桩 目前 中国新能源商用车的整体使用率不到9% 其中新能源卡车仅占7% 该试点项目意义重大 因为虽然中国在2022年交付了688万辆NEV 但商业车领域的NEV使用和充电基础设施却远远落后 政府机构已经呼吁地方政府提交提案并加入该计划 该计划旨在未来三年内增加202万辆公共部门的NEV和相同数量的充电设施 试点计划预计将使 NEV市场规模扩大6120亿元至8160亿元 NEV充电市场规模扩大711亿元 NEV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 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俄罗斯高层的死亡让印度和中国感到不安 日经亚洲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近一年 对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攻击造成了大量死亡 情报分析家们注意到了在冲突中被杀的俄罗斯将军的数量 因为大量的将军死亡可能预示着军队的薄弱 日本情报部门估计被杀的将军总数超过20人 这被认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高 乌克兰军队的网络战优势和俄罗斯派遣将军到战场的战术 被认为是造成将军大量死亡的原因 另一种可能性是 在俄罗斯控制的两个东部地区可能有些人向乌克兰提供信息 文章还强调了俄罗斯军队武器装备的劣势 这可能会让作为俄罗斯武器主要进口国的印度感到担忧 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最近会见了他的美国同行 讨论的话题包括更广泛的军事技术合作 以及联合开发和生产 美国希望拉拢印度 使其成为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威慑中国的四方安全集团的核心成员 而军事支持为美国提供了一个谈判的筹码 俄罗斯将军的死亡所显示出的军事上的不足也可能让北京感到担忧 北京已经悄悄开始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岛屿分析家 不管你喜不喜欢 台湾被夹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必须保持警惕 南华早报报道 台北附近的台湾导弹部队在农历新年节日期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以保卫城市并准备在必要时发射陆基天宫三天宫导弹 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控制 美国空军将领迈克·米尼汉 泄露的一份备忘录预测 到2025年美国将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开战 并命令他的指挥官做好准备 退役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美国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说 解放军很可能在2027年前攻击台湾 还有人预测到2035年或2049年将会发动攻击 鉴于台湾在第一岛链中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以及超级大国为争取台北所做的努力 台湾已不由自主地成为美中竞争的一个热点 专家表示 台湾被夹在竞争的中间 别无选择 只能卷入其中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被美国制裁的新疆自治区主席埃尔肯 土尼亚将访问英国 并访问多个欧洲国家会谈 据卫报消息引述 英国外交部的一封电子邮件 已被美国制裁的埃尔肯 土尼亚兹计划于下周访问英国 随后将前往其他欧洲国家与利益相关者会面 以讨论新疆局势 外交部向运动人士传达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以避免抗议活动 这很可能被中国认为 是英国希望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信号 外交部认为 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对话是必要的 2021年 当埃尔肯 土尼亚兹被制裁时 美国财政部说 在他的任期内 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成员 在新疆被拘留 维吾尔族 活动家拉西马 马赫木特和雷汉 阿萨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接触必须有其限度 预备指控直接参与实施种族灭绝政策 包括大规模强制绝育和集中营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会面和打招呼 必须是一条红线 外交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醒注意其计划 称 新疆自治区区长埃尔肯 土尼亚兹计划下周访问英国 我们已经同意在高级官员级别上与他会面 并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敦促中国改变做法 并就具体问题 包括个别案件提出要求 在会议之前 我们的开放社会和东北亚及中国事务主任将与其会面 他们欢迎有机会听取你们对可能提出的议题或要求的想法 我们真的很想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实地的具体变化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我们只想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 中国的年轻抗议者大声疾呼 然后失踪 卫报报道 2022年11月 中国发生了广泛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抗议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病而进行的封锁 大规模监控和强制测试 这些抗议活动被记录在31个城市的68个城市中 被称为白纸运动 作为对抗议活动的回应 中国警方使用监控录像和面部识别技术 拘留了众多抗议者 据中国人权维护者称 超过30人被拘留 至少有100人被传唤 审讯或拘留 许多逮捕事件仍未被报道 许多抗议者被保释 但仍被警方严密监视一年之久 抗议活动使许多普通的中国年轻人 变成了偶然的活动家 并重新点燃了中国的维权运动 在长达10年的对活动家 持不同政见者 维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的镇压下 这一运动几乎被彻底消灭 白纸运动与以前的维权 运动不同 抗议者有一系列的动机 但他们带着对基本权力的相同渴望 长达10年的维权运动始于2003年 但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对公民社会进行了一系列镇压后解散了 尽管政府批评者沉默了十多年 但2022年11月 要求自由的声音之多 显示了对习近平统治的持续不满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美国官员 中国向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发送间谍气球 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 中国的间谍气球计划是全球监视努力的一部分 旨在收集关于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信息 美国官员认为 这些气球是中国努力收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军事基地的数据的一部分 已被发生冲突或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的气球已经被发现在拉丁美洲 南美洲 东南亚 东亚和欧洲上空运行 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和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 与几十个国家分享了有关间谍气球计划的信息 与卫星相比 气球具有优势 因为它们飞得更接近地球 随着风向飘移 可以避开雷达 并产生更清晰的图像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力 是需要追赶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对手 并开发可以使其获得意外优势的武器和战略 中国的国防科技大学 有一个研究气球进展的研究小组 解放军报一直在告诉其读者要认真对待气球 气球可能有助于填补中国专门用于情报 和监视的卫星网络的空白 收集无法从外太空收集到的大气状况和通信数据 美国情报机构在拜登政府期间 对中国间谍气球工作的范围和规模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发现了早期的入侵行为 并追踪新的行动 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 在观察了中国侦察气球 在美国境内的过境情况后 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侦察气球计划的信息 在上周之前 美国已经追踪到 中国监视气球从世界上十几个国家收集信息 其中一些似乎集中在太平洋地区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印度对于中国有关应用程序新禁令 为南亚市场的商业风险上升敲响了警钟 南华早报报道 印度对于中国有关的应用程序的新禁令 为南亚市场不断上升的商业风险敲响了警钟 印度已经禁止了232个博彩和贷款应用程序和网站 其中许多与中国有关 理由是国家主权和完整性 以及对这些应用程序的做法的担忧 包括高利率和积极的不良贷款回收做法 这项禁令是对中国科技公司 在这个拥有约14亿消费者的市场上 做生意的风险的最新说明 自2020年5月爆发致命的边境冲突以来 印度此前已经封锁了近300个由中国支持的应用程序 这包括流行的短视频应用TikTok 印度正在加强对该国数字借贷行业的监管 预计该行业将从2022年的2700亿美元 增长到2030年的1万亿美元以上 这项禁令引起了人们对与中国有关的应用程序 在印度的未来的质疑 中国日报报道说 在信任得到修复之前 与中国的业务可能不会恢复正常 另一方面 中国通过长城防火墙对其网络空间进行严格控制 并出于金融稳定的原因 打击了网络借贷计划和贷款应用程序 印度央行报告说 该国有近一半的在线贷款应用程序 是未经授权而运作的 该禁令包括非中国公司和印度本地公司 作为禁令的一部分 一些本地服务的网站被关闭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拜登否认气球事件 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彭博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否认 在美国击落一个飞越美国的 所谓中国间谍气球后 与中国的关系受到了严重打击 拜登表示 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 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但不会寻求冲突 事件发生后 拜登没有与习近平通话 他们的团队一直在沟通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提到上周的事件 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但没有具体提到间谍事件 拜登骂了习近平 并表示 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较弱 而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 拜登受到了共和党人的批评 他们说推迟击落飞机显示了软弱 使美国人处于危险之中 拜登坚持认为 美国和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合作 他将在捍卫美国利益的同时寻求这些机会 这是六度世界AI为您报道的内容 我们继续中国简报 为什么香港奢侈品销售 没有因为大陆游客回归而突然回升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零关税政策的结束 对香港的奢侈品行业来说是一种解脱 该行业一直面临着商店关闭 需求受益和封锁的问题 根据奢侈品分析公司Bernstein的数据 中国大陆国内旅游在1月份全面复苏 休闲旅游比2019年1月增长了10% 然而 前往包括香港在内的目的地的短途旅行 只达到2019年水平的11% 农历新年假期期间 香港接待了约10.4万名中国大陆游客 而2019年同期约为69万名 博恩斯坦的分析师说 澳门没有要求游客准备健康评估文件 或48小时的COVID-19测试 它的恢复速度更快 而香港仍然滞后 香港放弃了对往返大陆的PCR测试的需求 这将有助于该城市的追赶 在大流行病和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前 香港的奢侈品零售商 有70%的收入来自中国大陆游客 在大流行期间 旅行限制提高了当地居民对奢侈品的需求 但自从香港的边界开放以来 当地人已经回到东京等全球中心城市购物 咨询公司Oliver Wyman的合伙人Inquartus估计 要想达到2019年上半年的消费水平 还需要近一年时间 香港仍将是首批受益于中国重新开放的零售中心之一 Oliver Wyman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 40%的高收入国际旅行者将香港列为2023年的首选访问地 使其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目的地 高端商场海港城已经出现了复苏的初步迹象 1月28日顶级奢侈品商店的访问量 比2022年10月的上一次访问量增加了100%以上 连卡佛乔伊斯集团在2月的第一周 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特权卡会员的消费 按照增长了强劲的两位数 在高端零售商看到接近2019年 上半年的数据之前 大陆的签证续签程序和跨境旅行等后勤问题需要得到理顺 意大利奢侈品牌Brunello Cusinelli 于2022年底在中环新世界大厦租赁了三层楼 为中国大陆顾客的逐步回归做准备 高端商业在推动房地产需求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日本药店巨头松本青和运动休闲品牌都在抢购实体零售空间 奢侈品牌可能会集中在主要的零售区和商场 而不是冒着风险扩大他们的足迹 像海港城和K11 Musa这样成熟的购物中心将受益 从长远来看 还有中国海南岛的问题 它在大流行期间巩固了自己 作为中国主要国内购物中心的地位 谢谢大家收看六博世卫总统所做的中国简报 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 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 网址是3w.66.world 欢迎大家加入六度世界 来不 Pakistan 那这期 Krie则